大家都知道红毯现场就是明星们争奇斗艳的战场 不过冬季的红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 完全就是明星们的噩梦时刻 穿着羽绒背心都冻的流鼻涕 更别说穿着清凉的礼服了 这里是虾谭与子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 明星冬天走红毯的那些事吧 去年4月份网上曝光了一组金城的美照 照片中的他身着红白粉配色的深微连衣裙 并在不同的地点摆出各种各样的pose 看着性感又喜庆 一些吃货网友看到这条裙子纷纷在评论区调侃道 好像雪花肥牛 还有网友将关注点放在金城怕不怕冷上 有网友这么问道 现在的气温这么低 金城竟然去了江边拍照 看他头发飞样的样子 风那么大还只穿一条单薄的裙子 这怎么预寒 网友最后忍不住感慨 雨明星果然都是不怕冷的生物 金城真不怕冷吗 不他怕极了 很快网上就爆出了金城拍摄时的花絮视频 视频中的他裹着一件白色的红外套 面如扭曲看样子是动得不轻 等到开拍的时候他脱下外套 刚才扭曲的五官变得更扭曲了 活脱脱就是一个行走的表情包 他还忍不住哀嚎起来 虽说金城很快便调整好表情进入了拍摄状态 但那种刺苦的寒冷 屏幕外的网友都感受得到 不得不说金城真是美丽动人的勇士 说真的女明星也是人 他们怎么可能不怕冷 只不过为了工作强忍下来罢了 之前娱乐圈也上演过一场动感红毯秀 那是GQ盛典的红毯现场在上海举办 当天上海的风呼呼地刮 看着就冷 可郭彩杰却穿着一件白色无袖羽毛单裙走上了红毯 并在镜头前静一夜地摆pose 事后采访的时候 郭彩杰表示自己好像在冰箱里 从这句话中就可见那天的寒冷程度了 但女明星就是女明星 即使冷也要保持美美的状态 郭彩杰在采访说话时声音都没抖 往上还流传着一众男星女星 冬天走红毯的台前台后动图 台前的他们各个穿着单薄 男明星们基本就一件衬衫 一件外套 外加长袭裤 女明星更惨 他们大多穿着露胳膊露肩膀的礼服裙 在摄像机镜头下的他们各个肢体舒展 波澜不惊地摆着pose拍着照 十分优雅 可后台的他们基本抖到不行 甚至被动到呲牙裂嘴打冷战 网友们在心疼的同时又觉得好笑 可要说冬天红毯上最惨的人 那必须是主持人和迎兵小姐了 迎兵小姐可不像明星们那样 转一圈就走了 他们得一直站在那直到活动结束 看到迎兵小姐们的遭遇 不少网友感慨 赚钱真不容易 主持人也是得一直站着 不光站着还得Q流程 做各种采访也是相当不容易了 在某次活动现场 刘亦菲穿了一件黑白印花旗袍 露出纤细的美腿 手拿白色包包 脖子上还戴了铜色系项链 古典气质尽闲 不过到了采访环节 刘亦菲就没有那么优雅了 只见她和主持人对话时 动得瑟瑟发抖 声音感觉都有点颤抖了 尽管很冷 但是刘亦菲还是坚持着 完成了整段采访 只能说心疼神仙姐姐 赵丽颖的衣服就更单薄了 不仅是裙子 而且还是镂空的 在零下六度的北京 赵丽颖身穿着一件黑色镂空礼服 走上某星光大上的红毯 虽然她已经很努力地 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可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 即使是红毯女王杨幂 在冬天的红毯上也很难hold住 当天杨幂身穿波光淋漓的 亮片短裙脚踩高跟 慢慢走到红毯中心 跟主持人对话时 她一直双手抱拳来回晃动 一脸木然 她样子已经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主持人见状也赶紧表示 太冷了就不多了了 随后杨幂赶紧快步走下了台 比杨幂更惨的是召唤英子 可能有些网友不认识她 她出道很多年了 奈何一直不温不活 在某色红毯现场 她穿着一条吊带长裙 走上了零下几度的室外红毯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正当她千万名准备下台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太冷了 一个没站稳就躺在了地上 见状周围的工作人员吓坏了 一堆人赶紧上前将她给缠扶了起来 事情发生后 网上的舆论两边倒 有的人心疼她这么冷的天 还要硬沉着工作 而有的人则质疑 她这是在作秀 是演的 就是为了拨眼球 后来现场的工作人员 给出了回应 称赵涵因子工作太过劳累 再加上天气冷 所以就晕过去了 2021年的《慰爱尖叫晚会》 群星闪耀 但在气温只有零下二度的 青岛走红毯 实在是太动人了 当天张亮颖选了一条 坠满珍珠的白色团圈 真是太拼了 在拍照的时候 张亮颖不由自主地叹了好几口气 还忍不住发了个抖 看案子着实被冻得不轻 秦岚也非常豁得出去 选择了一条露肩露腿的 黑白清凉美群 在和粉丝们打招呼的时候 她直接动到声音颤抖 韩松韵当天穿了一条 粉色魔胸裙 头发在耳后盘起 看起来简铃又可爱 在采访王杰 主持人要求 韩松韵和粉丝说点什么 韩松韵成瘾片刻 只说出了两个字 很冷 穆美琪也曾经历过这种寒冷 在某次红毯现场 穆美琪一袭红裙 惊艳亮相 大波浪发型 更是增添了许多女人味 在拍照时 她自信大方 性感迷人 但是走到主持人采访处后 梦美琪吐槽道 今天本来想穿的优雅一点的 但是因为太冷 下巴一直忍不住在抖 看起来不太优雅了 同样被低温征服的 还有女神妮妮 在红毯没开始的时候 妮妮身披黑色披风入场 女王气场惊弦 走上红毯之后 她脱下了披风 身上只剩下一件 单薄简单的抹胸的长领服 很显然这件领服 没有任何的蕴寒效果 妮妮走到红毯签名点时 她急抿嘴唇 捏着拳头 原地打了好几个冷战 红毯结束后 妮妮赶紧用披风 紧紧地裹住了自己 不难看出她真的很冷 即便有披风包裹 也忍不住色缩着脖子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女明星 都穿着要风度 不要温度的轻薄美菌 也有选择保暖款的 今年的红毯 常常能见到一些 穿着暖和的明星 至于风度是什么 他们表示再说吧 比如和郭彩杰 出现在同一个红毯的 秦海路 就不是风度派 而是温度派 当天秦海路里面 穿了一条长裙 外面还裹着 非常保暖的中长款外套 甚至还围上了 同色系的围巾 真欲含达人 林更新也是决定 要温度不要风度 近年来 她的多长红毯袖 都穿得很暖和 甚至拍照片时 还要把手插在外套头里 热动网友们调侃不已 在某次红毯现场 被动了一小时的 红毯女主持人 见到林更新后 忍不住说了一句 看到你就觉得很暖和 欧阳娜娜在红毯现场 也穿了一身 很有设计感的长衣长裤 充满长饭 周比畅则穿了一身 亮晶晶的西装长裙 保暖100分 王菲菲选了一套 大货型的绿色西装 看起来也是相当暖和 肖战还曾为了郁寒 叠穿了三件上衣 看起来效果不错 威廉穿的更暖和 裤子不是修身款 感觉套两条秋裤都没有问题 而景田就更极致了 他虽然穿了一件 花朵镂孔长裙 但是裙子里面 竟然穿了一条 很保暖的打底裤 既保住了风度 也保住了温度 郭德纲和张鲁伊 在红毯上穿羽绒服的操作 更是让网友们调侃连连 还有网友笑称 建议各大红毯出一个 男女艺人保暖穿搭排名 也是十分搞笑了 当然了 如果不想多穿衣服的话 那还有一招 就是在衣服内衬里贴暖宝宝 朱正廷就这么干过 朱正廷曾在网上晒过一张图片 直见图片上的他 后面上贴了欺骗暖宝宝 还有张萌 网上就流传着他大衣一抖 暖宝宝掉了一地的动图 网友觉得滑稽好笑的同时 也觉得各行有各行的不容易 还有网友表示 暖宝宝虽然保暖 但贴的太多也很危险 要谨慎而行 今年10月16日 成龙国际电影节 在山西大同举行 虽然时间上还属于晚秋 但当地气温已经低至零度 夜晚更是寒冷 当晚 许多明星都被冻得瑟瑟发抖 一直以阴寒形象 文明的吴京都破了弓 只见他双手插兜 身板挺直 用小碎布在原地打转 模型的步伐 再搭配上淡定微笑的表情 所有人看了都认清不惊 还有一旁的王宝强 他也双手钻成拳 时不时做一些动作 暖一下身子 2017年的星光大赏 雷佳音凭借我的前半生里的 出色演技登上了红毯 而他在当晚的表现 可谓是平时力打破了 观众对前副歌的偏见 直接一身帅气西装的 雷佳音刚登上红毯 就被寒风吹出了 刺牙烈子的表情 虽然到达定点开始拍照后 他就呈现出了 标准的营业笑容 甚至还比了个夜 但是一转身 他又再次露出了 痛苦男人的表情 最后搓着手就下去了 当天红毯上 赫翁与雷佳音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有杜江 以及霍丝雁一左一右 为他挡风 但寒风中的他 再也没有了 恩恒大王的霸气 他一会儿被动得刺牙裂嘴 一会儿又用力吸吸鼻子 但不知道是人机之后 恩恒又瞬间 恢复了表情管理 对此玩偶分分调侃道 既然小小年纪 就已经掌握了 营业的真谛 恩恒可以和雷佳音 并列为 冬天红毯上的恩哈尔将了 许多观众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 许维舟身体力行道 为我们证明了 明星也是正常人 也是会流鼻涕的 一个活动现场 弄出鼻涕的许维舟 直接用手干脆利落地 抹掉了痕迹 随后露出 尴尬而不是礼貌的一笑 试图装作无视法声 自此 许维舟也成了 众等明星里 最接地气的一位 比起男明星 女艺人才叫艰难 没到年底 面对一个接一个的 红毯升点 他们只能穿着 最漂亮的衣服 顶着最冷的寒风 走红毯 真正算得上是 美丽动人 2017年的花椒之夜 演员赵寒英子 身穿一鞋 黑灰色 吊带长情亮相红毯 好不容易走到 红毯中央 准备接受采访 他却意外 因地血糖 被冻晕了过去 见证 一旁的主持人 和工作人员 立刻为上去帮忙 而在演员身体 没有大哀 送往医院治疗后 便恢复了健康 另一边的星光大赏商 女明星 同样饱受寒风折磨 因为荣华2017年 最受欢迎电视剧 演员大奖 赵令在当晚身穿 透视薄纱黑利服 亮相红毯 然而 北京户外温度 已经低至零下6度 因此赵令在接受 主持人采访时 虽然脸上保持着 美好的笑容 但仔细看 已经被动出了眼泪 她也自然地用手擦去眼泪 不过令人感到温暖的是 赵令自己都已经 被动得四次花斗 但她还在关心 一旁的女主持 说她要身穿礼服 在寒风中 站立正正一晚 更冷了 想比女主持 听到这话 也会冷心不少 关小彤毕竟是新生代小花 她的表情管理 在寒风的吹捕下 直接失常了 星光大赏当晚 她身穿褐色花 躲脱地礼服的酒店出发图 看起来青春且有活力 可是一到现场 虽然礼服裙摆 十分宽厚 但暴露在低温里的 上半身已经足够致命 关小彤止不住地 用手捂住胸口 然后强迫自己 露出笑容 网友表示 虽然关小彤在笑 但是感觉她更想在哭 还有迪丽热巴 当晚身穿一些 黑色靠式 意味理群的她 优雅大方性感迷人 不仅走红毯时 笑容得体 长发飘飘 就连接受访问时 热巴也对答如流 和其他明星比起来 似乎十分扛动的样子 然而当镜头 转到热巴的手上 她的手早已被动得发紫 粉丝也对此 纷纷表示心疼 比起其他女性 身穿长裙露出肩颈部位 姚蜜参加星光大赏时 竟然挑战了短情 同样是零下6度的气温 姚蜜的打扮 虽然看起来青春活泼 但露出一半肩膀 以及大长腿的衣服 让观众隔着屏幕 都能感受到寒冷 事实上 姚蜜虽然刚开始保持着镇定 但后来也被动得 脸色发白只搓手 除了花椒之夜 以及星光大赏 直装之夜 这也是年度的一大胜失 刘亦菲在当晚 身穿古典刺绣 联衣型亮相 虽然工作室 放出的宣传招 促进温婉 十分动人 但现场红毯上 主持人刚说完冷姿 刘亦菲就忍不住 打了个明显的冷餐 但她随后 还是贴心地 嘱咐主持人以及观众 冷啊 好冷啊 那天暖宝宝 吴景言在2018年 夏天之后爆火 从那以后 红毯上也时常出现 她动人的身影 比如那年年末的 魔性晚礼服现身 面对正在下雪的成都 吴景言面对主持人采访时 下巴一直抖个不停 但她还是保持住了 基本的微笑一胎 妮妮作为红毯上的 定海神针 虽然走过无数红毯 经历过无数大场面 但是每当面对寒冷 她还是想要逃走 2020年末的 这颗升典上 妮妮嘟嘟缩地 走到主持人身边 用最简短的四个字 回答完问题后 妮妮刚准备丢至大吉 结果却被主持人 叫住拍照 当时妮妮的表情 可以说是完美展示了 什么叫做生无可恋 还有2019年末 妮妮身穿一些 黄色某胸肠裙 现身红毯 临近商场时 她就在衣旁 保持双手合十的姿势 红毯上也一直用力 握拳顶又寒冷 但放大图片后 妮妮手臂上 早已起了一层又一层的 鸡皮疙瘩 直到终于下场后 她对工作人员直呼 同样是2019年末 王子文带着自己的作品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登上红毯 在寒风中身穿 露背肠裙的她 即使已经动得直哆嗦 但还是只能选择妥协 红毯上 面对记者的挽留 王子文零零拒绝 不拍了不拍了 被迫留下来接受采访 快哭了的王子文 就连距离的角色 都无形宣传 郭彩杰也出席了 2020年的这首声典 只看脸的话 她依旧是一头 干净绿络的短发 静致小小的五官 配上另一红唇 十分美丽 可当镜头拉远 郭彩杰身穿白色羽毛短裙 衣服上的羽毛 也随着寒风疯狂飞舞 毫无保暖心可言 主持人还贴心地 问郭彩杰冷吗 而郭彩杰被动到直言 看完这些片段 女明星们为观众证明了 在寒冬走红毯 不仅要看颜值身材 更要看谁更抗冬 不过除了以上身体强奸的明星 也有一部分艺人选择 尊重生命 尊重自然 尊重冬天 就像林佑佳 她绝对可以在 红毯抗寒界 站得意趣之地 2017年11月 年度先生升典在北京举行 由于当晚气温 最低达到了零下四度 因此 虽然林佑佳有备而来 高领毛衣和后外套齐上针 但她还是敌不过寒冷 红毯上 一听到主持人说出前方请 林佑佳便使出小碎步 用最快的速度狂冲 好不容易想起要打招呼 刚一伸出手又被冷了回去 更好笑的是 林佑佳本以为自己已经跑到了终点 没成想终点还有拍照区 她只能捡起偶像包袱 开始摆出自制拍照 视频一出 网友纷纷转发调侃到 林佑佳动成了1米3 林佑佳一直能带给观众惊喜 今年年初的爱奇艺金教制夜商 她的造型可以说是 全场最具保暖性的搭配了 不仅保暖 而且整套服装的穿法也十分独特 上身是黑色的航缝棉服 但是设计师将其打造成一件披风 因此 林佑佳便可以将胳膊 全部藏匿于宽大的棉衣之下 近暖和又时尚感晚分 到了那场 脱掉羽绒服后 林佑佳修身西装的造型 同样帅气又迷人 魏大勋则是在保暖细节方面别出心裁 一身大衣加丝巾再加皮手套 可谓是裹紧了全身 不给寒风留一丝雨滴 不像是在走爱奇艺红毯 反而像是在东北真正准备过冬 别起以上三位明星将时尚与保暖兼顾 张鲁依就顾不得许多了 主演影视剧第二次也很美之后 他与女主角王子文一起登上红毯 当身穿低胸礼服 在寒风中美丽动人的王子文 而身穿普通羽绒马甲的张鲁依同框时 画面瞬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观众不断感叹道 这才是真的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冬天 郭德纲不尊重红毯的名声又来已久 无论参加任何典礼或是晚会 只要睡在冬天 郭老师必定身穿黑色羽绒服 以及运动鞋等场 比起尽量往后了穿的男明星 女明星取暖的手段充满了巧思 比如张萌 自为2020年时尚盛典的主持人 她在后场时往外套里贴满了男宝宝 上红弹青还接二连三地 抖落在地板上 江书颖则是一边身穿黑红渐变的性感礼服 一边拿着粉白色的暖手宝 可爱有真实 此外女明星在礼群内穿秋裤的例子不在少数 马思纯 景田 孙一等人 全都为了保暖 曾在宽大的礼服里套上各色秋裤 网友也纷纷表示 他们真是太极致了 在清理2017年星光大上的寒风之后 热巴也学聪明了 在新年年初的微博之夜上 她身穿一袭米白色露肩修身礼服 搭配复古风短发七流海发型 精致又美艳 最重要的是 热巴还套上了一件巨大的白色羽毛皮肩 不仅充分起到保暖作用 更是身得她高贵又艳丽 在红毯上衣衣生辉 陈惠玲大概是女艺人 离最后的出去的一位 2019年 她曾受邀在零下20度的 哈尔滨进行室外演出 舞台上的她身穿一件蓝色羽绒连衣裙 还配有一个超大砍肩 不过即便陈惠玲已经将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 但表演中途 她还是被冻出了表情包 观众看得又好笑又心疼 而且因为室外太冷 陈惠玲只要一张口就会有一团雾气喷出 还有不少网友调侃她仿佛化身人形加湿器 最后 冬天的寒风让明星们只能在红毯上来去匆匆 奔向盛装出血的他们 也被迫上演了花式抗动方法 如今 新一轮年底红毯也即将到来 希望明星们在保持形象的同时 也照顾好身体 下面讲门 你们如何看待行业走红毯的明星呢 你们还知道哪位明星抗动的巧思呢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